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私房茶老酱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物为码了解一下 我们继续的探讨许家印 许家印是否已经转移资产到海外 是当局重点查处的问题 为了许家印的很多政治谣言纷纷扬扬 当然我们给予采讯的一技不足 传言呢涉及到 恒大的问题涉及三任的广东省委书记 我们想夸大的成分居多 但借题发挥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恒大最新的消息是 恒大集团周二今天早盘复盘之后 股价大幅上涨 上涨幅度超过30% 连日来 未来恒大的文章很多 署名授爷的许氏罪以罚 几乎风靡整个社交媒体平台 几乎把许家印的发家史 事无继续做了一个完整的护盘 许家的扑授员 他爹的坟墓 许家印和恒大的发家事迹 和宣前签递的过程 恒大的排场 恒大老板的气势和各种讲究 授爷说虽然贵于中国首富 但许老板个人奢侈的支出 基本上都是公司买单 从包括空客A7J330 空客A7J319在内的 四架四人飞机 到香港的酒窖 再到休祖坟送相亲伴手礼 几年前许老板的公子哥 结婚办宴席的钱 都是恒大深圳公司出的 他好像知道很多 他说不多按照宴席就小 一千万 对恒大的一万亿两万亿债务来说 三十岁九牛一毛 他说之前网络传流了一张 恒大集团的接待表 外界当然也很震惊 在恒大来讲失控见怪 这里面也谈到了丁玉梅 一些文章把丁玉梅塑造成 跟恒大的许家印的相濡以沫 默默支持他的事业 他的丈夫虽然拥有巨额财户 但一向洁身质好 对婚姻和家庭负责 从没有做出伤害家庭的举动 但是他先技术性的离婚 而且把很多钱带走了 那么这位守护许家印说 自己投资无数 觉得自己的婚姻才是最成功的投资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们一直当不了守护的原因 就是吹牛 我们都还会脸红 但喜家印不会 但这里面也涉及到了 范彬彬 范爷和喜家印 清清楚楚 不清不楚的纠缠 特别谈到了恒大歌舞团 恒大41楼 42楼的会所 他认为他真是真正的皇帝 而且42楼出路都是总裁 总裁办商务办的小姐姐们 他说他的喜太太曾经去过一次 出来的时候脸是黑的 好了 抛妻 抛呼气质 现在挥数的离开了香港 到哪里去不知道 但是他有加拿大的护照 和那一位不见得的下总 下海军一样 现在不知所踪 那么恒大的喜老板曾经呢 在喝醉酒的时候 问他的部下说 我怎么来能够流芳百事 应该说他已经开始 被人铭记很多年了 不过不是流芳百事那一种 这是兽爷的说法 当然也有个评论呢 谈到了恒大的经营套路 比如说无非是三板斧 第一是砸钱 你看到那个矿泉水 那个砸多少亿 当然亏本接轨 第二是宣传 第三是拼人卖 大量的资金都消耗在包装 和疏通关系上 恒大内部门人员透露 他们接待某些老总的时候 无论对方喜欢什么车接送 都会极力的满足 像好没有专门去买一辆 然后第二天卖走 烟酒茶方面的开销 已经到了极致 规模庞大的恒大歌舞团 的青色的长腿的小姐姐 负责的近把鲁章的 政商环境中活血化衣 当然了 这也谈到了一个人名字 除了范冰冰之外 还有在白珊珊 八九年的小女孩 很厉害 当很多人把聚焦点八卦的 放在恒大的歌舞团 和范冰冰究竟许家印 有什么猫腻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 引述了北京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官方现在正在全力调查 许家印是不是试图 把该公司在陷入财务困境之下 把资产已经转移到了海外 这是在星期天那个专题报道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泡沫 破灭三年之后 努力在重新站稳脚跟的 众多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大概数十亿美元债务重挫计划 已经失败 那么好了 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坏消息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和投资者的呼吁 当局采取更加协调的措施 来恢复投资者信心 帮助房地产开发商清除债务 但目前还看不出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这个报道认为最终 可能还需要中国政府进行重大的干预 就像美国政府在08年金融危机时 被迫被迫介入一样 当然围绕着恒大许家印 现在的传言非常多 最新的一则传言 言识早早 恒大不仅是自己不行了 是恒大这件事的许家印 已经把广东的三任的省委书记一起拉下来 他提到了汪洋 提到了刘嘉义 提到了李希 离到了胡春华 而且呢 信誓旦旦说呢 许家印呢 通过他太太给这几任的省委书记的家属 行贿上百亿 广东弹部要一国端 这里面他特别点了一条 黄昆明为什么派到广东 他一年干了十年的活 他说了习近平早就盯上了许家印 许家印最大的问题是帮个某个领导人 运作当总理 前后花了十几个亿 哔哩啪啦很多 为什么还讲到国家审计署已经审计完成 才对许家印下手 啪啦啪啦一大堆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惊天轰雷 听起来这个许家印是潜伏很深 习近平人他十年光机一下就把他弄起来 这弄起来不仅把前几任省委书记都一锅端 而且还殃及到了李熙 李熙现在是中常委 而是中纪委书记等等 好家伙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在竞相传播 首先呢第一 北京控制许家印处理恒大集团的爆雷事儿 我们当然相信这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决断 有人甚至称有些节目说习近平的批示就两个字 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 说的呢跟自己看过批阅件一样 我呢没有见过 我不敢这样断言了各位 第二呢声称恒大集团的事儿 牵涉到三到四任广东省委书记这个事儿 把所有的名字列到 其中有一个人叫刘嘉义 我呢认真看了刘嘉义的履历 刘嘉义根本就没有在广东认过职 刘嘉义呢 他的所有的履历跟广东省没有半毛关系 刘嘉义就是当过山东省委书记 所以写这段话和传言的人 可能比较着急 混淆了广东和山东 我认为这是这一段传言最明显的瑕疵 第三 许家印帮助汪洋还是什么人 运作国务院总理 以及分别给继任的省委书记的家属 几任的省委书记家贿赂数十亿不等人民币 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我个人认为经不起很认真的推敲 第四 许家印向海外转移资产的可能性 没有办法排除 技术性的离婚给两个孩子 在海外设立的家族基金等等 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下一步清查的重点 涉嫌违法犯罪亦以强制措施 留置调查 不仅是调查 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 围绕许家印和恒大的各种传言 究竟是从哪一个方向来 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在初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的黄昆明果然 还富有另外一种使命必达而南下 到底是还是不是 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 这是属于政治八卦的一个核心 第六 台湾资深媒体人 中国时报的一个副总编辑 林俊伟 他曾经表示 这两年这些年在海外的政治谣言众多 此起彼伏乐意不竭 主要有两个消息来源 一个是推特 现在叫X 一个是大纪元 也许你想一想 这样一种断论 有它一定的道理 第七 党内权力斗争 和各种权力的博弈 迄今为止 某人 也就是习近平 高屋建宁 占据了所有的政治资源 党内几乎找不到 可以跟他相匹敌的政治对手 更不要说什么小团团火 没有 日本经济新闻的中泽克厄 挤牙膏式的勾勒 北戴河会议的各种场景 写了三篇 迄今为止 在海外被踩信的 还真的不多 但是比之以上 所谓的两个政治谣言的消息来源来说 这个推特和大纪元 中泽克还算是比较认真和专业的 第八 不能采信的传言 何以会被很多受众 毫不犹豫的接受 毫不犹豫的转发 毫不犹豫的点赞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的信息战 认知战 其实一项都比较激烈 为什么围绕这个问题 很容易有传播的张力 其中的究竟 也很值得深思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估认真和专业了 老杨到处估认真和专业 联赖